大家好,我是我爱及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7月19号 今天我们还要预测一下关于俄乌战争的一些事情 这段时间乌克兰有报道说 准备炸克里米亚大桥 克里米亚大桥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是非常重要的 大体的讲解一下 假如这里是俄罗斯 这里就是克里米亚 这中间的就是海 这就是一座大桥 所以这是唯一的交通要道 假如把它炸掉了 那么可想而知 对俄罗斯支援克里米亚的各类的战略物资 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所以乌克兰方面 这些时间报道要炸毁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乌克兰到底会不会是真炸 还是为何 那么什么时候炸 是真炸 是什么时候炸 还是逛嘴上说说 所以昨天摇了一逛 天风够 唯愿 任生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真炸还是假炸 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会炸 就这个挂项而言 那是真炸 肯定会炸 一定会炸 那么什么时候炸 八月份的 十一号 十二号 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九月份的 九月份的四号 五号 十六号 十七号 二十八号 二十九号 我认为就这个挂项而言 我认为 九月四号和五号 是最有可能 炸的时间 是九 啊 这是时间 两个月之内 我认为两个月之内 是肯 肯定会炸掉 是八月十一号 十二号 二十三号 二十四号 九月四号 五号 十六号 十七号 二十八号 二十九号 特别是四月五号 和四月 九月四号和五号 两天 是下午到傍晚之间 是下午到傍晚的这段时间 他炸在克里米亚这一端的 他炸在克里米亚这一端的 引桥方面 他炸在克里米亚这一端的 并不是炸在那一端 炸在靠近克里米亚这一端的 是在大桥附近的 他躲藏在大桥附近 在大桥附近进行攻击 这是我对 关于克里米亚大桥 会不会被炸的这个预测 我们拭目以待 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拭目以待好了 这个视频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